我们都有光明和黑暗的一面 重要的是我们选择哪一面 那才是真正的我们 球们好 我是爱与客蔡师兄 欢迎收看师兄砍球 今天继续来讲业余系列 素材来自韩国球友的思路 在开始看比赛之前 先来为场上的球员简单命名 背对镜头的眼镜哥是小白 红衣小红 对面白衣雅歌黑衣锦铃 看比赛的视角 主要从眼镜哥的角度出发 来看这场男双对抗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回合 一开局小白打出一个发接发连贯 雅歌试图通过抽球摆脱 小白头顶看得很死 快转对角追打锦铃 锦铃回档直线 小红获得了一次半场杀球的好机会 但是杀球落点不好 打回了锦铃手上 锦铃顶直线两人在右场区形成一个箱区 小红杀中路试图改变一下球路 雅歌接杀转直线 小白第三次头顶封抽 快转对角 锦铃挡网小红起球 比赛攻防立转 锦铃直线杀球追小白 小白等对角摆脱 雅歌往前快推底角 小红抽直线 雅歌挡网做球 小白补位起球 锦铃中杀直线得分 先说说这个回合小白的两个优点 一是头顶位封网强势 三次封球 质量都不错 出球快还有线路变化 以师兄的经验 要做到这么快的封网 前提是预判 一个球员其实很难兼顾 头顶和正手封网同等强势 你必须提前做好 撤中一方的准备 发球之后 小白的举拍和身体重心 都明显撤中 头顶去的封堵 在快封出直线后 以场上的节奏 小白已经来不及补位对角 所以就近原则 快速举拍加脚下小条者 提前预判自己的头顶位 第三次则是感觉到 小红被逼到了正手底角 反拍区出现大空单 所以往前封网站位 并不是直线的以前以后 而是明显居中一点 有意照顾反拍的空档位 第二个优点是发力好 小白的三个头顶封球 都采用正拍发力 虽然不像正手尾可以力拍 那么舒服 但小白的绕头顶封网 依旧打出了手指加小臂的爆发力 接着说说 这个回合小红的问题 最大的bug就是出球落点不好 小红手握全场最好的一个机会 半场杀球 结果直接打回了锦林的手上 在后场组织进攻时 强杀中路 看似合理 但没有观察到对手的站位 雅各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对角的防守 站到了中线附近 这拍强攻中路 也相当于未到了雅各手上 在正手被动过渡时 也只是顾着发力 没有观察对手的站位 很舒服的把球打回了雅各手上 如果你的速度比对手高一个级别 比如往前的杀球落点差一点没关系 但是大家攻防速度在一个级别上的时候 就必须注意落点的选择 撕破对手防守的往往不是你的力量要多大 而是达到了空点上 好了我们来看第二个回合 一开局雅各揭发快拨往前 小红起球 双方进入攻防 很典型的后杀前锋 先是追打小红接着雅各转对角 依旧是后杀前锋 开始追打小白 几轮快速交手后 锦铃响变回对角 劈杀球失误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攻防回合 典型到球路都特别简单 攻守双方都以直线为主 那么这种球路简化的情况下 大家在比什么呢 师兄认为重点是在比发力 同样是防守 小白和小红展现出了两种风格 小白比小红的球要更硬一点 出球更冲 防守中带有一点的攻击性 这种打法的优点是把速度带起来 让对手在拦截或者进攻的时候 失误的可能性变大一点 小红的球偏软 过度性质更多 这种球的优点是可以通过软压或者挡网 寻找向前卡位的机会形成轮转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回合 揭发球小白突然变向快推底角 雅各抛高摆脱 小红半场跳杀 这一拍其实有机会直接解决战斗 小红又是无脑杀 把球打回了雅各手上 好在力量足速度快 雅各摆脱不到位 小白在前场拦截 接下来小白打出一个套路组合 一压一掉通过往前控点 突破了对手的防守 这个回合的重点 就是学习小白的这个打掉套路 在对手处于半场防守站位时 前场本来就有一个空档 但直接追打这个空档 是很难打死对手的 因为没有前一拍攻击球做铺垫 对手会站得比较松弛 处于一个流出空档 但准备空档的状态 小白的精髓就是先打再掉 通过低拍发力压制对手 逼迫对手的整个站位和重心后裸 同时小白的收掉不是慢慢去掉 而是立派迎上去击球 让人根本不敢提前取动去补位空档 最后小白在出球瞬间做出变化 让对手防不胜防 这个套路是小白的拉手好戏 也是今天节目学习的重点 我们再来看两个精彩的应用 一开局小白推压反拍底角 雅各抽直线摆脱小红当网 自己做球自己攻 形成一个后杀前锋 紧接着小白一打一掉 轻松的突破了对手的防守 精髓依然是打掉套路的应用 低拍要果断发力冲击对手 第二排注意不要忘记高高 举起球派继续吓唬一下对手 在最后时刻在潇洒的放下屠刀 享受对手的无奈 最后来一个 这一招除了在中前场能用 在中后场用好了 一样能让对手毁败 小白的大调套路威胁特别大 还在于他出手的一致性很好 球与球连接的节奏控制的相当精准 有一个变速和假打在里面 让对手难受又绝望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对喜欢打双打的朋友有所启发 上一期获奖的球迷请看屏幕下方 本期我们继续送出五个VIP 感谢球友们支持 今天的话题就是聊一聊 自己擅长或者印象深刻的双打球 感谢观看 我們 Lebih带 forward